我就觉得她现在的立场 她家人怎么对我 她没有立场 不是 我现在没听出来 她家人怎么对你嘛 小话说了两句嘛 对吧 也就是这样了嘛 我没听出来她家人 怎么针对你啊 就你那个气来自于什么呀 我就觉得她这个态度 一直是 是不是觉得 她的心没在你这儿 更多地坐向了那个家里呀 我是想如果她的态度 如果要是对我 还像结婚以前那样的话 可能会好一些 咱们不 因为结婚以前那样 不知道是什么样 你所谓的好一些是什么样 我就觉得 我当时嫁给她的时候 我就决定嫁给她的时候 就是因为她对我好 因为之前的那段婚姻 那你觉得你对她怎么样啊 我觉得我对她还可以 她对你好吗 她对我好啊 特别好吗 不是说特别好 那男的对女的好 就是应该的嘛 但是她对我也行了 你老公算是个老实人吧 表面上挺老实的 实际上呢 实际上我就觉得 她有的时候 她会耍一些心眼 比如说 比如说在她家的事情上 所以你还是觉得 她的心没跟你在一起嘛 这大概就是再婚家庭的困难嘛 就是每个人都在拨弄着 自己的那个小算盘嘛 算得都特别精嘛 是不是这意思啊 我听来听去 其实我也不是说 让她在金钱上怎么样 我能嫁给她 就是因为她对我好 不不不 然后我也 因为这个事是变的嘛 咱别恪舟求见嘛 先生说的特别现实嘛 我过去是要到单位看你的 因为我们只能在单位见 你单位楼下有卖栗子的 我给你买 现在我农忙的时候 我回家了 我平常咱俩是住在一起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屋檐下 我咋还给你天天买栗子嘛 那为啥就不用买 她的行为就变了嘛 那是个日常生活 那是要去约会嘛 是不是啊 她那会儿去看你是不是约会啊 现在不是日常生活嘛 您提了要求 人家不也买了吗 所以你对那个的期望值 是不是过高了 你对所谓好的标准 是不是你的期望过高了 这是其一 其二是打你们结婚开始 是不是两个家就没有合在一起啊 没有 一直是她在我 对吧 因为各自心里面都有一些小算盘嘛 还是那个嘛 各自都在算自己的账嘛 所以你们俩真的要听听老师们的建议了 看看怎么办 一起进入丘比特温军 在这样一个舞台上 我听过 回家就叫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